看一下女的在哪里 往女的身上打 一般女的发球对不对 那不用想对吧 直接杀对了 如果有的时候是男的发球 男的发球其实女的还在这个位置 那有的时候你发完球之后 她会往那边靠 那你往女的身上打一拍 好球 你接的时候 如果要做往前小球 人一定要扑上去 球打不怎么样都不所谓 在打混状的时候 你接上去 给别人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就可以 你打完球人听话冲了再说 一冲对方就会怕 同样的你跟我打 如果对方冲过来 我也是下一次会往后退的 就是要给人家这种压力 来 再来 好球 好球 好 这个时候过来 如果这个时候你看 对角你掉了对吧 你一步过来 到这个位置 看他 如果他打往 当你那边你就上 因为那条都是你的 除外那条这边的 所有都是我的 我在旁边嘛 我会防这边 被偷之后 打完对角 把你的对角看好就可以了 其他的什么角都不要管 好球 所以他肯定得分了 其实呢 双打的战术 它是千变万化的 但是我们要 始终紧急几个点 我刚刚说的 揭发球一定要 把这个角度调好 左脚要随时准备启动 然后往这边来靠一点 因为女孩子害怕 被偷头顶位嘛 然后第三个 如果被偷了 第一选择肯定对角 第二选择 找女的 低女的打 打完之后 什么球都是别人来的 你就把你那个 最远的那个对角 最远端的对角看好 就行了 然后其他的球 如果是男生失误了 你就骂我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